也要把时间再拉到今天早上的民众党的记者会 这样记者会里面大家的情绪都满满的 当然我们也看到我们熟悉的老实数晚会节 哭了落泪 那除此之外呢 呃呈现歪楼状况的是这个记者会上 到了后来因为有台的记者在提问 那可能想要深入追问在金流方面的问题 觉得好像记者会都说不清 就想不到不止引发了发言人大战媒体 喊说那不然你现在要怎么样 甚至说不要霸占麦克风 当然连黄国昌也跟着加入 董哥今天还是九一记者节呢 我老实讲啊 柯文哲这些金流 民众党现在开记者会之前应该都不知道 对啦 他都检方认为知道 就是你跟你太太前到你们的户头嘛 那当你碰到这样的问 他其实也答不出来 他们也没有办法替阿伯去证明他的清白 哪一个人的清白 没有任何人可以替他保证的啦 这怎么会知道呢 因为我过去跑阿扁 我们也认为阿扁很那个 怎么会知道A了那么多钱呢 对不对 都不知道啊 因为这个都是秘密在说 而且都是跟家人在做你知道吗 阿扁A钱只有他太太 陈志忠 他媳妇这些人知道 外面人哪会知道 民进哪有那么好的监知 监督机制 有那么多人跟他每天往来 没有人知道啊 马昌城都不知道啊 怎么会知道呢 所以你可以看到像这种隐秘的东西 他很难回答 所以在记者会 因为检察官现在 他的重点就在金流 所以他才会在昨天下午 他们丢出来的 要伸压阿伯的 理由就是收位 这几个礼拜来我们都认为 柯文哲图立罪 柯文哲自己接受人家访问 他也说啊我就图立啦 怎么样啦 对不对 因为图立罪就像我刚刚前面所讲 你要把它定罪 成为有罪不容易 你因为图立罪很模糊的 大家看国民党新竹市 新竹县的县长 他也被图立罪 他有被受压吗 没有啊 他现在在当县长啊 对不对 这也不够两三个礼拜前的事啊 那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柯文哲这一次是因为收费罪 被申请收压 那帮他开记者会这些人 因为他们被丢出来很多东西 他们也觉得莫名其妙 可是你作为他的公职 又不得不出来挺 你们的部分区就是靠党来的嘛 那你们没办法挺啊 没办法挺 也要站出来啊 其实站出来 有时候自己会心息啊 有时候会狼狗 因为我们是挺阿伯的理念 政治没什么嘛 良心而已 哇 讲得真好 对不对 那现在阿伯有没有良心 其实大家心里是坦特不安了 因为这个金流如果是 很公开透明的话 是很好交代的啦 我老实讲就很好交代了 那一定是不好交代 而且交代不清楚 才会用这个东西来伸压柯文哲 那我觉得陈佩奇自己心里也有点底 陈佩奇被问完以后 不是陈佩奇没有事 就是说你先回去 那回去的话 陈佩奇也有跟民众党讲的 我都坦白讲啊怎么样怎么样 这是陈志涵转述嘛 那你都坦白讲 那检方不采信 那请问一下放出来的东西 你说都是 都好像偏颇或怎么样 或不识或怎么样 那如果是偏颇或不识 你就不应该抗议检察官 违反侦察不公开啊 因为检察官透过媒体 出来放出来的不公开的东西 是假的 你在 你应该很高兴啊 放出来是假的 你只要放出来是假 我到法官面前 我把你打脸 对不对 所以显然 媒体放出来的东西 有非常多部分是真实的 真真假假这样 对 他有些东西 因为检察官很坏啦 他会放真放假 让你就自乱正脚啦 对不对 简单讲 柯文哲的老丈人过世 是2016年 8年了 8年前他老丈人过世 老丈人过世 留下了钱给妈妈300万 好 给他丈母娘300万 那这些钱 为什么现在才处理 我特意讲8年前 8年前是什么时候 蔡英文刚当前总统那一年 你知道吗 那你怎么会现在才来处理 不合理嘛 所以你现在说 这是我妈妈怎么样怎么样 这个我们早就查到了啦 我们不是问你这笔钱啦 为什么 因为如果照他们所陈述 是三张支票 各100万嘛 这个支票 是不是爸爸留给妈妈 支票是跑不掉的 支票你要搁进去才能成为钱 那有些东西 你就是现金器 塞在ATM上面 ATM是无上限的 然后ATM最主要就是 你不必跑去银行 银行人家讲说 柯太太怎么拿那么多现金 拿一个麻布袋来存钱 或怎么样 这个就难看了 民众也会看到 陈佩奇走进银行 大家都看 对不对 柯文哲他在来银行干嘛 是不是碰到诈骗集团了 或怎么样 大家都会有兴趣多看几眼 然后如果多看几眼 看你说 哇 从这个包包或袋子里面拿出现金 我要存这些钱 那就是大新闻了 老百姓也在看 所以不能到银行 这个理由其实是很特殊的 你知道吗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钱 用提款机去存 我们到提款机都是去领钱 他们是去存 那 那当然了 这些东西 我觉得陈佩怡 他可能有跟他们民众党内部 一些人有个说法 可是今天记者他在问了 因为记者他查结到 现在要压客文哲最主要是跟金钱有关的金流 那这部分我们想要问详细一点 可是你们民众党没办法去讲 那没办法讲 你如果讲在那里你就难看了 无言以对嘛 媒体会上 你不讲就叫无言以对 媒体也很坏就这样 我干三十几年我在金主 你如果再问我不回答 你看无言以对面色铁青 那就不要开气转会啊 你到北前现场喊几句那种 不要联访不就好了 对 但是他要呼唤小草 他要呼唤小草 因为我们党现在在做政治操作嘛 我们希望你动员人的都 阿伯在里面的力量就好了 大家要来集气嘛 他现在知道这样 那我们的公职潜艇嘛 所以就这样 那前党挺一个人 所以黄安明才会稀露他 那如果阿伯被收押 要不要开除党籍 对啊 怎么办 对 是不是要比照 对对 马自威 那时候桃源选的那个马自威 那个被收押马上那个 结果现在出来最很轻 没什么 李文中连交保都没有 是无保请回都开除了 对啊 对啊 是啊 所以他就会变成这样 那我觉得民进党 民众党现在就是一个保卫战 我们挺阿伯不止 而且我们要保护我们的党 我们党不能散掉 因为党散掉的话 将来就没有不分期了 就没有不分期了 就没有中心嘛 没有政党才没有分期了 对 那所以所有的台湾上的人都要来 拆壁炉要到台中跑来 就这大家讲 那现在当然有一个很现实问题 柯文哲如果被收押 这个党谁来领导 简单讲 你不晓得他被收押多久 一次两个也还可以再延压 延压以后把你送去以后 法官可能就一直把你压着 关到出来 怕你跑掉 也有可能 所以这些后续了你自己 党里面自己要有一个 可能有一个想法 那因为他们没有副主席 他只有秘书长 秘书长的人望不够嘛 因为你秘书长的分量 比不上这八个立委 就是说你比不上 你要说秘书长来代理主席 你谁啊 你连参选都没参选过 你也没有民意基础 就是说会这样 那我觉得说他们自己要想法 就是说我们下来 至少要有一个临时的领导 那带领我们来打这场仗 这个就是很重要 那当然我觉得现在 大家主意可能是比较黄狗昌 因为他条理比较清楚 那当现在小草 聚集在这个 柯文哲这个是马上要见真章了 这个裁定 他有两个方式 第一个一定是交保 交保 陈志涵已经替他讲了 阿伯绝对不会交保 请问你怎么知道 他从前天从家里被带走 他跟你没有联络 你怎么知道他会继续交保 其实这也是喊话 喊话以后阿伯有可能会听到 因为律师看得到 律师在立件的时候 可能会建立你这样 对不对 你要交保 不要交保 他给你 给你500块 要你交保你也继续 因为我是燕王的 那这个就可以积极更多人去 就是这个党维持不坠 你要用自己的自由 进去坐牢来让这个党撑住 那第二个 你要五保 让你回去 其实是比较困难的 我觉得是比较困难 一定要有一个保 郑文燦也是经过 两次交保 第三次才压 第一次500万 第二次1200万 所以可以看到 那柯文哲在这里面 他今天晚上 当然是最难熬的 这个难熬 当然很多人认为说 看样子不压都不行了 压了以后 他会抗告 抗告说这个压不合理 所以下来 还有一个礼拜的抗告庭 他如果被交保放了 检放会抗告 所以各位朋友 下个礼拜 整个礼拜都是 不是我抗告 就是你抗告 要求法院 一定要押 或一定要放 那这个会打得非常精彩 但是彭震生 就没有人注意了 我告诉你 彭震生是里面 很大的关键 就是他找柯文哲的时候 他同时也找彭震生 彭震生认为自己安全 那他认为安全 第一次检察官对他很客气 他觉得没事 所以他很放心 去台北市议会的调查小组 那他第一次没有去的时候 第一次没有去 他那时候 等于说 检苏培有跟他联络 还转述他的话 被他火热 说我哪有这样讲 怎么样 后来检察官 A谈他 他就气 可是第一次 没有去到检察官 A谈他之间 因为他过去的助理 都还在台北市政府 都有被找到市议会去 那去议会的时候 议员有问他们 那你们副市长不来 他过去是你老板 你是他的秘书 你是副市长的秘书 你这个事情怎么不知道 他的助理 过去的助理 现在还是公务员 他说前两天 彭震生有跟他联系 怎么样 议会叫你来你不来 让你来陈述你不来 议会在问什么你知道吗 他在问这个助理说 议会把你找去里面在问什么 问了哪一些问题 表示他很关心 对不对 会不会哪一个东西被问到要害 我觉得他是这样 那可能他从助理 告诉他哪些东西 好像没有问到什么要害 然后检察官找我去问 检察官对我也很好 检察官好像没有发现我的 哪一些 哪一些弊端 被你掌握到要害 所以他很放心 第二次就去议会了 议会 议会是上礼拜 上上礼拜大家很清楚 大家看 哇 背一个包包出来好轻松 大家想说 哇 他输了一口气 然后检察官坐在A他 他大概也没有防范 没想到就是伸压了 他一定 一定大吃一惊 什么是突然 检察官怎么变一张脸 那其实检察官有些东西 是故意要让你放心的 那你要 就是这种突击战 它是很有一些作用的 比如说他去柯文哲家搜索 他把柯文哲带走 是你自己严厉跟我们走的 我没有搜索票 我有搜索票 我没有机票 那我们搜索了完 你要不要跟我们到我们处理 到那边到了我们地点署去谈一谈 我们就说柯文哲 好啊 好啊 就去啊 他是这样去的 去了以后 好 开始问一问 然后对不对 就要求生压了 就是这样啊 所以检察官常用这种突击的手段 为什么 因为他怕你 他让你放心你就会松懈 然后又怕你又去穿证或怎么样 所以他在办案这些过程的秘密 老实讲一般老百姓不是他们对手啦 因为他们用这个方式 就把很多人给网楼到了 那我觉得说柯文哲这一次 他最应该讲的 就是你的金流来源 这个金流来源如果 如果讲不清楚的话 会把整个党害死 因为台湾民众党是根据他的青年 他认为蓝白都是垃圾 他认为我青年 别人不青年 我青年到我早上赶7点半开晨会 讲完安就不敢 这柯文哲讲的嘛 对不对 他每天用青年来制澳 那现在如果这些金钱的来源 都是正正当当 跟老实讲啊 10分钟都讲出来了啦 这笔钱哪里 这笔钱哪里了 对不对 你只要讲出他的来源 他完全没办法办理 如果你的钱 没有来源交代不出来 那跟你的公开透明 就完全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柯文哲 要想清楚 今天不止你一个人 而是有这么多人 跟你在台湾民众党 这么多小草 跟着你在风行草原 那你有没有得配位 这个是一个关键时刻 朋友都知道 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 我选Kids 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 蓝光神盾的炸造之脆 保护我在阳光下 延缓肌肤老化 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 3C商品 各种包园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你 我特别喜欢 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 KS Royal Care 烦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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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烦光清爽高防晒凝露